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ANNEO Pocket EVO原祖先定版配色的开箱 相信大家对这款先定版配色的场地已经期待很久了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开箱环节 首先来看看外包装 最初ANNEO系列产品的复古色设计来源于Game Boy 而Pocket EVO也将传承代表着 ANNEO对复古文化的热爱与致敬的Ratual Power配色 将复古色彩与艺术设计相结合 所以在包装的原设计基础之上 我们加入了Game Boy同时代的像素风格图案 让整体包装的气质更加充满复古的味道 在配置方面,我们配备了第二代骁龙G3X游戏平台 让你玩起次世代手游和复古游戏时都更加得心一手 我们把盒子翻到背面 轻轻地打开外包装的卡扣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盒子本体 看看Pocket EVO原祖色本体吧 ANNEO Pocket EVO使用了写项按键布局的人体工学设计 这样的布局让玩家在大拇指操作时变得更加自然和舒适 这不仅提升了玩家们在游戏中操控的精准度 同时也带来了更好的视觉协调性 在操控方面,Pocket EVO是首款同时搭载霍尔大摇杆和霍尔线性扳机的安卓掌机 并且支持RGB炫彩灯效 按键部分则为导电焦按键 高回报率的霍尔摇杆和线性形成扳机 以及特调的手感的按键 不仅让你更准更稳更快的触发操作 RGB灯也让这台高性能掌机变得更加炫酷 在屏幕方面 Pocket EVO采用了行业内首款搭载7英寸1080P 165Hz的OLED掌机 ANNEO与屏幕原厂合作 带来了无黑边的全面屏掌机 配合OLED像素自发光的特性 让视觉上更加沉静 同时自适应的高刷新率屏幕 给玩家们带来更流畅的画面 在散热方面 Pocket EVO配备了堪比X86级别的散热模组 同时机身浮以巨大的散热口 能够为搭载的第二代骁龙G3X游戏平台 轻松提供稳定的15W性能释放 同时后续我们也会更新一期串流优化的视频 敬请期待 好了 这次Pocket EVO原祖新定版配色开箱就到这里 Pocket EVO现已正式发售 欢迎前往官网了解更多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